林佳龍提出的首都願景十二門客 第一課出爐了主打交通牌 先要解決北市的塞車問題 再加上前一天 同鄉會的力挺告訴小英 台北市這局她準備好了 提出市政願景展現企圖心 又營造眾人擁戴 卻被解讀這是強度觀山 恐怕適得其反 表面上好像是鄉親在勸進林佳龍 實際上就是林佳龍在動員她的人馬 做最後的垂死掙扎 因為很簡單 蔡英文屬意也是陳時中 林佳龍早已出局了 我覺得你這樣到最後的結果是 你不但搶不到台北市長參選人這個位置 你反而會得罪了蔡英文 讓新潮流隊整個政國會更獨攔而已 布費英系也認為 不提名陳時中形同默認防疫失敗 而且林佳龍的特質 可讓小英有所芥蒂 林佳龍是該走自己的路持續端出白皮疏 莫使民間團體的勸勁挑戰英系 又或者暫時扮演啞巴媳婦 坐看疫情趨勢來場敗布 來場敗布 不管是凍還是靜 最終提名權依舊在小英手中 藉郭先生林佳龍台北報導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 5-6坪的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蠟碗報的團隊代碼 可以幫我打開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蠟碗報道 我們會議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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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